星期二凌晨,泰国陆军总司令巴育战奥差宣布,从当地时间早上三点起,对泰国全国实施军事管制。他在国家电视台上宣读了一份书面声明。 泰国皇家陆军希望,尽快在每个泰国人所热爱的国家恢复和平与秩序。我们要求全国社会各界、各团体停止运动,迅速进入可持续解决国家问题的进程。 1914年军事管制法有关条款将随后宣布,我们促请公众不要恐慌,各司其职正常运作。 报道说,这位泰国军方首领还说,军管只是防止暴力的临时性行动,军管的目的不是破坏国家的民主制度。 电视画面显示,首都泰国街头军队开始进入预定位置,其中包括亲政府与反政府群众游行的主要集结地点。 泰国军队士兵在那里堆起沙袋,构筑掩体,严阵以待。 报道说,泰国看守政府并未宣布辞职,泰国军方也没有宣布看守政府无效。 文职政府代表定于星期二晚些时候,在曼谷会见军方领导人商讨目前的泰国形势。 不过往日繁忙的泰国首都曼谷,车辆穿流不息,人流似乎并没有明显减少。 商家、学校以及政府办公部门照例开门,只是人们的表情略显凝重。 与此同时,泰国各家电台和电视台的新闻广播还在继续,只是更多增加了播放泰国爱国歌曲。 军方在声明中的确警告,不得散布扰乱人心的新闻和画面,影响国家的和平与秩序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莎奇说,美国对泰国最新局势非常关注,并且正在密切注视事态发展,希望泰国军队遵守有关的承诺。 香港城市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任马克·坦普森说,军方不会发动政变,否则会引发更大的暴力。 他说军方用词是斟酌的,因为2006年上次军方介入就没有取得成功。 军方担心假如称这次行为为政变,正式解散看守政府,将会激怒红山军,有可能将全国推向内战的边缘。 军事管制以后的泰国局势正在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。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